新西蘭當局拒絕被創辦文件共享網站百萬上傳Mega Upload 的金·杜特卡姆交補架式 同時美國執法當局正尋求將它引導到美國 在星期三,奧克蘭法庭拒絕被德國公民杜特卡姆交補架式 它被控通過百萬上傳網站和其他網站非法下載了幾百萬部電影、音樂等原創作品 美國檢察官員指稱杜特卡姆的行為已導致美國版權所有者損失5億美元收入 新西蘭警方在美國請求下在上星期拘捕杜特卡姆和他的三名僱員 杜特卡姆否認有任何不法行為並不構成威罪潛逃的危險 預定2月22日將舉行第一次引導聽證會 這項引導程序可能長達一年或更長時間 。